拥有百年历史的阿里山森林铁路 日治时期是在于木材的重要交通工具 从竹崎至阿里山段 沿途有许多特色小车站 吸引全台各地游客前来体验搭乘 开往奋起湖的列车即将进站 搭乘本次列车的旅客 请尽速前往月台搭乘 谢谢 火车缓缓水进车站 走过百年风华的竹崎车站 是阿里山森林铁路沿线中 仍继续使用 且保存完整的木造结构建筑 具有浓浓的日本建筑风味 经许多游客西家带卷搭乘上山 它也是世界上 唯一剩下没几条的高山升女火车之一 我觉得应该让孩子去体会 台湾不同一样的美 让他的视野可以更广 而不只是网路上的世界 可以看到平交道在那个山上 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 那我想到像那种日本那种 宫崎骏那个店 朱吉车站还有一个比较少人发现的牛眼窗 它就是在屋顶的下方这边 除了当初采光还有一些通风的一些工人 另外就是它的屋檐都是往上翘的 让整个车站好像变得比较宏伟这样子 早年阿里山小火车来到主级车站后 就要准备开始爬山 这里是登山铁路的出发车站 这里设有三角线轨道 提供火车掉头 以后推方式推动小火车上山 在蒸汽火车时代为了要转换火车头的方向 会在这边做一个三角线的一个云运功能 现在的火车一律都是向山下方的 然后用倒退的扇扇 所以这个功能就比较没有再用到 水设寮车站是阿里山小火车的中途小站 因地处偏远 至今原保存原始风貌 最有趣的是轨道为了顺应地形爬升 绕了一个180度的U型大歪 火车离开水设寮往奋起湖的半路上 会经过一座雄伟壮丽的钢梁桥 如果你到了现场 你会看到火车是从对面山开过来 那如果你用空中的角度 就会更明显地看到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U字形 然后附近就是刚好有一个41号的铁桥 它非常的壮观 它是盖在一个峭壁上面 当成有着丰富铁路历史的阿里山小火车 蜿蜒的铁道穿梭在高耸的山林间 沿途欣赏大自然美景 感受铁路功法的奥妙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